桃園市是北台灣算是蠻大的一個雞蛋的產地 那當然我們農業局它也隨時的有在了解各個養雞產它的一些生產的狀況 那所以在這個蛋量的生產農業局算是掌握得蠻確實的 那當然在這個市面的通路上如果說有些缺蛋的狀況 這個我們也會來去了解 但是在整體市場的這些蛋的生產以及價格 這個還是要回歸到中央農委會的他們的一個所謂執掌的範圍 所以這邊我們也會如果有相關的缺蛋的狀況 我們也會很快的跟農委會來做反應 針對我們進來雞蛋的這個漲價的問題 我想跟所有的鄉親呼籲 那我們的雞蛋是有保存期的 那希望大家不要囤蛋 桃園市目前總會有23家的養雞場 我們每年的這個生產的這個雞蛋的部分達到5500萬顆以上 所以是供貨是充足的 只是因為最近因為過年的這個時間後呢 我們的養雞場都有一些讓母雞調節的一個適應期 以及南部有一些養雞場縫了這個禽流感的一些諸多的因素呢 所以蛋的部分稍微有一些漲價 那我們每天可能過去大家可能一天要吃兩顆到三顆蛋 也許現在我們可以減量吃一個蛋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還是相信我們目前所有的這些養雞場 那只要在疫情管理上面控制得當 那很快我們的蛋價就會回穩 台東目前蛋價在市場上超市裡 蛋價還是有稍微的上揚 那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缺蛋的這個問題 我們台東新政府還有包括我們警察局等等的 其實大家都合作一起把七日零以內的這些雞 或是一些生雞糞等等的都不會流到台東去 那所以這一部分就可以比較保障 我們台東這邊的一些養雞場啊 氮雞場啊等等的這些 可以有最專業化的這個養殖 那也不會有這個禽流感的問題 我們來講的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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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講的這個問題